你吃得多嗎 對啦 我不想騷擾要死啦 半夜兩點多 一名女子全身包緊緊頭戴安全帽 手上拿了一個塑膠袋 只見她邊走邊從塑膠袋 抓出一把白米 沿路不停亂灑 看到有車輛經過 還會閃進暗處躲藏 但不只這一次 路口監視器也排下 統一人騎機車 經過轉彎處朝盆栽灑米 或者是左手從口袋掏米 也是邊騎車邊灑 當時邱先生發現她還拔腿狂追 半年時間同一人都到屏東市 廣東南路附近撒白米 邱先生認為她是想撒米給鳥兒吃 但卻也因此引來鳥群蜜食 鳥糞拉得到處都是脹亂不堪 讓附近居民都受不了 這名撒米怪客白天來 半夜趁人少也來 讓邱先生還得爬起床 深夜巡邏 睡意未醒 還因此摔下樓梯 晚上下來要看看 有抵抗這樣 有抵抗米糊 結果自己打不下樓梯出 一座都上床200多 儘管住家附近都有放上 寢物亂丟米粒的告示 但這名女子似乎視而不見 邱先生只好報警 並向環保局檢舉希望相關單位 根據車牌號碼找到撒米怪客 好好開罰 制止他亂撒米的行為 還給當地居民乾淨的住家環境 藉著張春華評論報導